莉莉,來到我們節目的最後一集 作為我們今集的壓軸嘉賓 聽說她來頭也不小 我收到訊息,她有美女,有風趣 有識多個月,有識剪片,有識拍片 能進廚房,能出廳,甚麼都吃 根本是全身都漲漲漲 厲害,內外兼備 對 真厲害 人見人愛 對,車見車載 對 但你很少稱讚人 莫非這位嘉賓是… 是你嗎 失望的表情 但你怎會這樣寫稿出來讚自己 你怎麼搞的 不是我說的,我老公說的 你老公說的?即是他這樣讚你 對… 好… 那就不要緊 待會我當面問問你老公 究竟Lidia是否真的… 他覺得這麼… 好 這節班,好 你問吧 你好,我是Ku 我是香港的土生土長 是Lily一樣 在中學、小學沒有學過中文 我只聽別人說才能學到 經常擔心我的音不太好 我會喜歡說英文 但如果Lily真的說 Lily說你說中文好一點 他逼我說,我會嘗試 他拍攝時扮演很… 怎樣說 他覺得很創意、很肯定 但他的真人也挺嘗試 他也挺害怕 以為是你老公呢 你好 特意要說我出場 你好… 我們剛才拍了一句詞 說到你稱讚Lily 天上有著地下舞 可以進廚房、可以出廳堂 真的嗎 又居住又看跳 是否真的是你說的 當然不是,說謊 這些是自己說的 你小心今晚回去櫃玻璃 知道為甚麼櫃玻璃嗎 櫃玻璃… 櫃玻璃有很多玻璃… 不… 櫃玻璃… 對… 好 所以待會你就不能反抗 好,可以開始了 你好像很緊張 對 他好像想走 我不是說這應該是蕃玻璃 蕃玻璃 他本來叫你來… 有否告訴你要做甚麼 看吧,拍影片吧 都不是說要做蕃玻璃 即是現在… 這不是太好 把蕃玻璃放進去,然後很快就拔出來 好… 我們印度人的美容 其實是比香港人不同 或其他美容量很多 我們用很多天然的東西 例如這些蕃玻璃 裡面其實有蜜糖、有筆茶 而且很香,所以不會傷到你 那你是否經常逼你的老公拍影片 是嗎 他是否經常逼你拍影片 對 其實他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所以一開始他很不願意拍 那你是何時開始跟他一起拍影片 我想有一年… 一年… 做了一年,然後… 一年左右,對… 即是頭兩年我都是自己拍的 對 近來一年就… 我不知道為何突然叫他跟我一起拍 好像… 比較有趣 比較有趣 即是他覺得他搞笑一點 所以他需要跟我拍 如果你說得好 即是第一條影片是你要求他一起拍影片 對,好像是說… 我們拍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拍了一條 是說在香港印度的結婚會做甚麼 是因為說結婚,所以你一定要找他 對… 好… 第二條是說正確或願意的 即是我們問對方一些問題 如果不回答的話,我們就要喝酒 那一條是不知為何有很多人看的 然後人們就認識他 對,之前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你會否不習慣在鏡頭面前 其實沒所謂 不是我的影片,是他的影片 我只是客人 好… 就沒有壓力 Lily,其實你拍了多久 我拍了三年左右 你一開始是怎樣開始拍影片 其實很搞笑的 我們畢業後 我有一個朋友,他剛好在做市場 然後他開始做影響者 或是內容創作者 開始對待他們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 不如你試試吧 然後我說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太喜歡上鏡 又覺得… 我不是小時候會自拍那些 或者我都不太喜歡上鏡 或拍照 所以我就說很不適合我 然後他說 其實你作為一個印度人 在香港土生土長 你還要讀本地學校 你小到大一定會遇到 很多人問你很多問題 為甚麼你不用影片來解釋 或者你不用影片來解釋自己的文化 然後我還是不願意 然後他有一天 在星期六他突然衝上我的家 拿著相機 然後他逼我坐在那裡 他逼我六個小時才拍到一條片 然後他立即放在YouTube上 從那時開始 我都以為沒有人看 算吧,他逼我便拍 然後過了一會,越來越多人看 我沒有想過會有這個… 有否有反應 對… 然後我便覺得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 都對印度文化很有興趣 於是我便繼續拍到 在拍片的過程這幾年 你覺得對你會否有甚麼影響 或者透過拍片 反而會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 有,一定有 其實拍片之前 我有很多印度文化上 都是不認識的 因為可能我的朋友圈子 全都是香港人 所以我反而會更加了解香港文化 但我沒有朋友是印度人 反而認識了我丈夫之後 他的朋友是印度人 我才會更加了解印度文化 或者拍片才會更加了解 我一直拍片 我便會更加了解 其實香港的印度圈子很強勁 而且有很多在香港的印度人 都很勤勞地做生意 他們的生意,例如Salon 或者其他人在賣印度食物 或印度餐廳 他們都在香港住了很多年 而且他們真的當香港自己的家 然後我便開始拍片 一邊發掘這件事 一直想更加了解 聽完你說這麼多後 我認識了你丈夫 他真的挺可愛的 我現在很想認識你爸爸 究竟是一個挺甜蜜的男人 他也挺煩的 你會經常這樣說 我已經聽到他說了幾次 我告訴他,你會說 我爸爸多可愛 其實我喜歡吃珍珠奶茶 我自己很喜歡吃點心 我小時候是燒賣、魚蛋、腸粉 極度喜歡吃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也很喜歡吃 他會當作宵夜 晚上帶我和弟弟去找燒賣、魚蛋 然後他真的會載我們去粉嶺 因為粉嶺…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有一間買腸粉是排隊的 他會星期日開車去粉嶺 特地跟我們吃腸粉 這個就是… 我從小到大 我爸爸很喜歡的東西 就交給我和弟弟 不如我們吃印度的食物 我們很喜歡吃很本地的食物 例如我爸爸很喜歡吃油渣鬼 他從小到大也會有時吃宵夜 會帶我們去 或者他也很喜歡吃糖水 即是甚麼… 湯圓、糖不甩的 他從小到大也會帶我們去吃 麻煩你,要魚蛋燒賣、小辣 可以幫我加多點醬油嗎 就是喜歡多醬油的食物 乾杯 以前的魚蛋大很多 而且很足夠的汁 現在很正常 我覺得好像可以在家裡煎 或者可能小時候的感覺就是 可以在外面吃燒賣魚蛋很開心 但現在大了,機會又少了 可能在這裡吃又覺得很不值 我喜歡吃燒賣 但我喜歡很多餡料的燒賣 即是鮮蝦燒賣 或者豬肉甚麼甚麼燒賣 喜歡豬肉蘑菇燒賣 魚肉燒賣我覺得還不錯 但我要多餡料 即是咬下去 一口一口也有些餡料 就很好吃 對點心也很有要求 小學挺好吃的 而且小學學校也能買 其實每天早上都會問媽媽 媽媽,可以給我10元 因為我很想吃燒賣 原來一班學校就馬上吃 感覺很開心 小時候很熬 小時候沒有壓力的感覺 多數從小到大 爸爸經常會星期日帶我們去喝茶 這是我們… 可以說是習慣了一定要做的 所以星期日不可以約朋友 不可以在小時候 現在是到爸爸約我 對,所以我們小到大 星期日就是家庭日 所以第一天就是去喝茶 然後就會去香港 香港不同地方 但喝茶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但因為我媽媽吃債 所以我們喝茶的地方 都一定要吃素 我們最喜歡叫的就是… 我們很喜歡叫炒飯、燒賣 腸粉一定要叫 我覺得當了一個YouTuber之後 也會有很多學校或不同的機構 問我做一些討論 我也很喜歡做這些討論 因為這些討論 我可以吸引其他人關於小數族裔 因為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真的只有我一個 在整間學校 我面對過的難處 其實很多現在的小數族裔 都會有機會面對過 所以我會在討論中興奮他們 或跟他們說一些正面上的話 我覺得遇到他們 他們也有時會跟我說 其實跟我小時候比較 他們現在遇到的難處是少很多 而且他們覺得在香港的生活 會開心很多 而且很多小學生或中學生 在討論的時候 都會跟我說 也很高興你有這個頻道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 可以幫助其他香港人了解不同文化 而令我們生活在香港更好 這兩件事也會令我變得開心 謝謝 這裡就是你的家 你好… 你好,很美麗 你好,我是叔叔 這就是我的爸爸 是 是最多人在我的影片中想見到他 不知為何 現在你的影片是想看你的爸爸 以及想看你的老公 就比看你更多 對,我上次試過乘地鐵時 有位女人認得我 她不斷跟我說 最後她說 我想跟你說,你爸爸很英俊 謝謝… 我說這句我會跟媽媽說 我會說這句話 所以很多人喜歡看他 不過你爸爸現在是… 比我想像中年輕很多 不是吧? 對,很年輕 可能保持得好 保持得好 保持得好 做些運動 你的家是你爸爸媽媽 還有你弟弟… 你弟弟今天就不在家嗎 不在家,他在美國工作 明白… 現在結婚後,爸爸媽媽很孤狂 所以我經常都要回來陪她們 你多陪陪爸爸媽媽 我會…你別這樣 今晚是否你媽媽會煮 自家製的印度食物 會 我也會拍攝很多煮食的影片 但其實全部煮食的影片 都是由媽媽在我後面教我 我不懂得煮食物 因為她完全不懂得煮食物 這位女士 是的 所以今天我媽媽會煮印度奶茶 煮食的奶茶 而且她會教你如何煮沙漠 即是咖喱糕 我應該會學得比你更快 我也說了 我不懂,我今天也會學習 那算了 你們兩個坐下,你們兩個坐下 我怕我… 對,我認識你 我進去學習 我從小到大,回小學、中學時 都很少見到我的爸爸 因為我爸爸在做自己的生意 他經常要出差 他回家時已經是晚上大 但我記得我跟他弟弟 是他一回來後 我們會跑到門口 跟他寫你好 因為我們很關心他 但我覺得他… 他令到我覺得在香港 你勤力就一定會成功 第一,而且你不能放棄 因為我有時會看到他回家很累 或者看到他很下降 他也會跟我說 我一定要繼續下去 因為我爸爸媽媽從小到大都很支持 我想做甚麼他們都一定會支持我的 就算是我想拍片 我記得我第一次跟他們說 我想嘗試拍片 我爸爸媽媽都完全沒有拒絕過 他們覺得不如你試一下吧 其實試一下是不會有甚麼不好的 你不試,你反而會忍耐,你沒有試過 所以他們從小到大都會很欣賞我 我所有做的事,一定會很支持我 而我覺得到今天我拍片時 我拍攝每一段影片 我第一個留言,第一個讚好 第一個分享都是我媽媽 然後他會馬上給我爸爸看 說女兒出了新影片 雖然我聽不懂,但你也要看看 所以他們從小到大都是我的支援系統 太好了,這裡有Lily做 我做的,還有我做的Samosa 我想問一下,日本人會吃飯 香港人會吃飯,那印度人會否… 例如你是我們的客人 我們一定會逼你吃,吃到你吐為止 這就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有個聲音… 我們的歡迎… 對,我們的歡迎 因為印度人會… 印度人有個聲音就是 Gas is God 你踏入我們家裡 我們就真的當你是神的招呼 所以你應該要吃完這些Samosa 你做的…你做的一定會吃 好…沒問題… 就算選名品,我也會跟你吃完 我記得Lily跟我說過一件很有趣 就是當你們倆結婚的時候 你媽媽和爸爸沒有想過 你會跟一個印度人在一起 對 這件事很特別 對,因為我在香港生活的時候 我的朋友,或者爸爸媽媽 都沒有限制說 將來我跟甚麼人結婚 他們是無所謂的 無所謂的 但他們也沒有想過會跟印度人在一起 因為我附近的朋友 要不就是外國人,要不就是香港人 所以當我跟他們說 我男朋友是印度人 我爸爸也會說 為何你會找到一個印度人回來 你的圈圈裡也沒有印度人 所以他們兩個是很驚訝的 你從來沒有想過我會結婚 所以… 在我印象中,印度人的傳統會… 在宗教上 他會希望小朋友一定要相信印度教 一定要有這方面的… 像我們印度在綿蕾吃齋 我們不吃肉 其實我們也沒有逼他們 一定要跟印度吃齋 沒有,在香港的地方 你要真的出來吃飯 你很少找到這些齋的店 對… 因為其實我媽媽是吃齋的 我媽媽來到香港 她也遇到很多困難 第一,她不懂得說廣東話 她也會很難找到 生物的食物的食物 當時的叔叔 你16歲來香港,是嗎 是 當時他16歲,父母和兄弟姊妹 就這樣來 對,一會來 你覺得香港是否一個 是一個很好的業務的地方 對,很好的業務的地方 還有很多機會 很多機會 一個是說 這邊的人是很誠實的 業務的社會 做事就快了 而且你可以跟誰… 如果做一個業務的行業 做得快 如果對比其他國家、印度 第一,你相信他嗎 第二,業務的行業 不太快,很長 香港的行業是很快的 那是甚麼年代 你剛開公司的時候 開公司時我是18歲 你是18歲 那是大概1990年嗎 對,1990年 這麼說,你退休的時候 你會選擇在香港退休生活 還是你會回去印度呢 如果退休之後 肯定不是香港 我想選擇其他地方 因為香港的生活 退休之後 覺得是一個業務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出來放鬆一下 或者玩的地方 或者跟多些朋友出來聊天 我會選擇其他地方 你會選擇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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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會選擇其他地方 其實印度家庭 很多人都會有很多小朋友 那麼… 你們兩個,你有兩個小孩 現在Lily結婚了 你會否很想去… 選擇… 我想… 我很想… 我先走了,很抑鬱 沒關係… 救命,很大壓力 不要緊張… 這是緊張… 你的計劃是甚麼 遲些再說這些 你理想中想要多少個孫兒 起碼兩個… 好… 你會幫忙照顧嗎 我會,一定會 他說我一生退休 他要退休 我早就要退休 對 我會照顧父親的照顧 還沒有,你冷靜點 現在結婚了一年 我不會緊張 這是緊張… 這是緊張的 我第一次來到印度家庭 作客 我很開心認識到你們 阿棟,你好像一位明星 你的樣子 真的很像 很像 像 很像 你別再稱讚他了 他經常都覺得… 不是這樣,Anko真是英俊 他真是英俊 所以他不是那麼美女 你好… 乾杯… 我覺得拍攝了這10集 最開心的是 我遇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而他們在香港生活 第一,感覺到他們對香港很有愛 香港真是他們家 而且他們每一個在香港都有一個夢 他們就是想在香港成功 或者幫助其他人 令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我覺得Kaina、Anushka和Lamia 都令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們三個很正面 而且他們三個的家人也很支持他們 他們不只是想做自己的品牌 或者做了一個產品出來就完結 他們是想繼續改善他們正在做的事 繼續努力下去 而且他們三個的背景也很有趣 要不就是幫曼寶 或是幫其他人 他們是抽自己的時間出來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他們三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們三個真的讀了很多書 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 可能都是因為同樣是表演行業 所以新同感受的會是嘉宏 然後還有Indomie 我會看到這兩個年輕人 在表演行業的大海裡浮沉 其實真的很難 你可以看看如果我們作為香港人 去到別的地方 那些香港人都是小數族裔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看到 這十個小數族裔的朋友 在香港 他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去貢獻這個社會 出了很多力氣 去匯愧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就是那些小數的時候 你又可否像這十個朋友 貢獻當地的社會 感謝他們 其實可以的,可以做到的 訪問了那麼多嘉賓之後 我的結論就是 我們也是香港人